好,在上节课呀,就是上周的周三的时候 我们一起纠正了发音 主要是纠正了滋,还有第四声 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上课时间 那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我们要做的呢 有这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复习一下 汉语拼音当中滋的发音 还有第四声的发音 老师要检查一下方语下去有没有练习 还记不记得 正确的发音是什么感觉 然后第二个内容呢 我们要一起练习一下 HSKK高级考试里面的听力啊 听后复述像上次一样 然后第三个内容呢 我们要一起来练习新的朗读 第四个呢,就是说话练习啊 回答问题 这一节课呢,老师会教给方语一个方法 让你慢慢的学着 把自己说的话变得更加的有逻辑 这些呢,就是咱们今天这一个半小时要做的事情 好,接下来呢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第一项内容 复习和巩固 姿的发音 汉语当中 姿、姿、姿的姿 好 那现在啊,老师再给方语说一遍 字的发音呢 诶,还记得吗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舌尖 还记得舌尖是哪里吗 就舌头的最前面 舌头的尖尖 我们要用舌尖去接触上一排牙齿 最中间的两颗牙齿的背面 诶,背面就是里面 只有你自己可以舔得到 但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啊 我们就叫做它尺背 你笑起来的时候 别人可以看到你牙齿的外面 但是背面别人是看不到的 但你自己可以用舌头舔到它 所以很多越南的同学在发音的时候 为什么会把子的发音发错呢 因为他们没有把舌头放在这个正确的地方 把舌头放在了别的地方啊 放在了错误的地方 所以才会导致子的发音发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 子的正确发音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好好的发出来 那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练习一下 下面的发音 第一个词老师来读 方语再仔细的听一下 这个子是什么感觉啊 子思 子思 子 这个子 就是子的发音 好 然后现在方语试着把第一行 子这里第一行 读一遍 每个词读一遍 老师听听看有没有问题 好的老师 好你来 子思 嗯很好 很好很完美没有问题 第二个 姿态 姿态 嗯 姿态 姿态 很好 然后第三个 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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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对了 改过来了 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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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第四个 姿养 非常完美 这个读得特别好 好最后一个 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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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改过来了 非常好 紫色 紫色 很好 那现在呢 老师读两遍 方语也跟着老师读两遍 好不好 好的老师 好 然后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 你认真听老师的发音 然后去纠正自己的发音 找到这个感觉 记住它 好我们开始啊 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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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非常完美啊 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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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姿态 姿态 很好 第三个 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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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好 第四个 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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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好 第五个 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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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好 非常棒啊 那 姿现在读得很好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和它 支 哎 很像啊 两个 你看一个姿 一个支 姿和支呢 支 读支的时候 我们要把舌头卷起来 那这个音呢 方姨发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要经常放在一起训练 以防以后出现问题啊 那现在呢 方姨自己看一下后面的这一排 这一行 它的这个汉语拼音 然后一会儿啊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先看一下 然后老师请方姨先来读一遍看看 好的老师 嗯 嗯 好的老师 嗯 好了好 那我们现在来读一遍 第一个词 哎 至少 至少 嗯 非常完美 没有问题 第二个词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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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好 很好 那你可以再放松一点读哈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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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好 第三个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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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 诶 很好 第四个你来读 读识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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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很好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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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好 第五个呢 你来读 真识 真识 诶 第四声吧 稍微再读出来一点啊 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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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好啊 非常棒 那现在方宜 听老师读两遍 然后你来读两遍 我们一起再把第二行一起复习一遍啊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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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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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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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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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非常好啊 很完美 那现在老师再来考考你 这个词怎么读呢 姿态 嗯 很好 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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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很好 那这个呢 紫色 紫色 诶 很好 又改过来了哈 紫色 紫色 方宜现在已经会有意识的自己揪音了 非常好 非常不错 那按这种意识一直保持下去呢 相信你考试也没有大问题哈 我们再接着来 好 现在呢 要开始来练习一下第四声的发音了 那老师放在屏幕上的四个字啊 四个字都是第四声的字 那么每一个字它都有相对的一些词语啊 它和别的字一起组成了不同的词语 那第一个 它是和第一声的词来组的 第二个 它是和第二声的组 第三个是第四声啊 你看它和不同的音 在一起组了词 但是 你在读它们的时候 都一定要记得 它是第四声啊 不能被别的音带跑偏 那我们 第一行 老师先带着你一起读 然后后面三个 由你来读 好 我们先来读读这个字啊 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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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字吗 看见过这个字吗 看见过了老师 看见过 好 好 那我们就来读希望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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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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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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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非常好 那在这个 旺字啊 这个第四声的词 无论它跟 别的什么 音调的字 配合 方语都读得很完美了 好 那现在 方语要自己 来尝试着一下 尝试读一下 这个第二行的三个词啊 浪 浪 嗯 好好 波浪 波浪 海浪 海浪 巨浪 巨浪 嗯 很好 那现在 方语 再听老师读一遍第一个啊 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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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很好 那方语 现在 有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当 第一声 和第四声 放在一起读的时候呢 第四声 读得很好了 但是第一声 这个调调 可能就比正常的 会高出 高出一些 那么你在读第一声的时候 可以不用那么高 你可以 稍微再低一点点 你刚说 波浪 你刚说 波浪 太高了啊 我们说 波浪 就行了啊 我们慢慢找感觉啊 不要害怕 慢慢的找感觉 就会越来越好 好 那第三行 你来读一下 见 见 哎很好 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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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很好 现在就好一些了 那就是他们两个 两个字之间的读音 听格太多了啊 我们上一次说了 第一声 他是 dore mi f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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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听 然后 这个见 他是 so do 就是 do 最低就是do嘛 听见 听见 是这种感觉 慢慢来啊 没关系 然后第二个 成见 成见 嗯 很好 第三个 看见 看见 哎 第四声哦 看见 看见 第四声哦 你第一个都读对了 你再来读一遍 见 看见 看见 哎 很好 现在就非常完美了 啊 再来读一遍 看见 看见 你也把这个见压下去啊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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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好 很好 现在就好了啊 慢慢找感觉 好 第四行 破 破 嗯 没问题 很好 第一个词 吹破 吹破 嗯 吹破 吹破 你在这个读破的时候啊 你再稍微用力一点点 那可能两个就好了 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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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好 很好 再来一遍 吹破 吹破 嗯 很好 你试着把这个第一个词读的短一点 然后第四个第二个字给它拉长一点 吹破 吹破 吹破啊 这样读 读读看 吹破 吹破 哎 现在就 现在第一声这个词就好了啊 然后那我们现在再想一个办法 你看 吹破 吹破 你已经会了 那么我们再把破也给它 变短一点 吹破 吹破 啊 这样子 你再来 吹破 吹破 哎 非常完美 没有任何问题了 好 那我们现在用一样的方法来练一下第三个啊 听见 听见 啊 把第二个字拉长一点 听见 来试试 听见 听见 哎 很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第二个字啊 把它缩短一点 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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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非常完美 好 这个 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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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我们把第二个字缩短一点 你来读 波浪 波浪 哎 很好 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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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好 很好 非常完美 啊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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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不是慢慢就找到感觉了 那我在这里给方语直接打一个小技巧啊 再读 第一声加第四声 一声的词语时 换一个字体 如果读不准音调声调可以把第一声读短一点 第四声 拉长一些 找到感觉后 再把第四声的读音也缩短一些 就能读出 正确的音 正确的音 可以理解这个方法吗 像刚刚我们一起做的一样 你看 哎 这个都是第一声加上第四声的发音啊 因为方语后面的这些 第四声和其他音节配合 其他声调配合 你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当第一声和第四声在一起读的时候 会有一点不准 单独读第四声的时候 你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看你的问题 范围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那现在的这个小问题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把它改过来 好吗 好的老师 嗯 很好 那我们现在老师带着你 再把后面的这十二个词 在一起读一遍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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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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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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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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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好 第二个很好 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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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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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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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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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完美 好 第三列啊 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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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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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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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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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那 关于 这一页 PPT上的内容呢 方宜 以后就注意一下 这个 第一声和第四声的发音就行了 别的第四声你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啊 我把它 标成红色的 然后你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看这个是第一声加第四声的组合 会有一点小问题 别的第四声你都已经表现得非常完美了啊 那看来方宜下去以后是有好好的在练习好好复习的啊 非常不错 老师要表扬你 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 把这个第四声放在句子里面读一遍 下次再见面 下次再见面 哎 你看这五个字都是第四声的啊 下次再见面 下次再见面 嗯 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忘记做备份 忘记做备份 嗯 很好 忘记做备份 忘记做备份 嗯 很好 然后故意错四个 故意错四个 嗯 故意错四个 故意错四个 哎 很好 最后一个 我们一起去外面 我们一起去外面 嗯 很好 我们一起去外面 我们一起去外面 很好 很好 好 非常不错 那再找一下感觉就行了 现在由方宜每一个短句 每个短句读两遍 你读你读一下 好的老师 嗯 下次再见面 下次再见面 哎 很好 没有问题 忘记做备份 忘记做备份 哎 很好 没有问题 故意错四个 故意错四个 哎 很好 没有问题 我们一起去外面 我们一起去外面 哎 很好 第二遍对了啊 第一遍说成了外面 但是是外面啊 我们 啊 你来 我们一起去外面 好 很不错 非常好 那 咱们关于 字的发音 和第四声的发音 我们今天的练习就到此为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HSKK的这个练习当中来了 嗯 那HSKK里面它有三个题啊 我们上一次说了 第一题呢 它就是听后复述 第二题 它是朗读 第三题 就是给你一个问题 然后你看了问题之后 要给出自己的回答 那么先 先来这个听后复述吧 好 我要开始放听力了啊 嗯 方怡如果有纸和笔的话 可以准备看看能记下多少个关键词 我们来听一遍 好的老师 嗯 可以听到声音吗 刚刚有听到叮咚一个声音吗 没有啊 没有啊 老师 哦 没有 那你稍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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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班 大部分学生毕业请 可以听到吗 现在 可以了 老师 好的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重新来 我现在重新来 可以了 可以了 大部分学生毕业前就找到了工作 最后只剩下一个学生还没有找到工作 这时候有个大公司来招聘销售代表 年薪三十万 于是剩下的这名学生得到了最好的工作 他不是最优秀的 但其他人都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我们的一生也许可以更成功 但有时候早早地做出选择 会使我们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 好,那这个听力就放完了 你大概能够听懂他说了些什么内容吗? 我听懂了,老师 听懂了,很好 那现在先由你来讲讲 你记下来的内容有哪些呢? 但是我还没去到完整了,老师 没关系,能记多少算多少 好的,老师 有一个大部分学生 有一个大部分学生毕业前找到工作 有学生还没找到工作 有学生还没找到工作 有学生能有工作的是三十万 但是有学生还没找到工作 有学生还没找到工作的学生还没找到工作的学生 没有学生还没找到工作的学生 因为这一段确实是比较难的 那么你能够听懂一些 并且能够复述出来这么多 已经很不错了 那接下来呢,老师想了一个办法 你看 我 做了这样的一个填空 那你可以根据着这个填空看看能不能想起来一些 有一个办 嗯,大部分 有一个办 大部分学生毕业前 都找到了工作 都找到了工作 哎,很好 最后 最后 提示一个学生 最后一个学生 只剩下一个学生没有找到工作,对不对? 对了,老师就剩下一个学生没有找到工作 嗯,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什么来招聘呢? 有一个公司来招聘,对不对? 啊,就我还没听到那个居约老师 嗯,好的,没有关系啊 那现在呢 啊,老师要让方怡先来看着这一页PPT上的内容 然后你先来看一下啊 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 有一个班 怎么样 哎,一会儿我们再听一遍 那你就要尝试着把这个空格里面的内容补起来 好不好? 好的,老师 嗯,好 你先看一下 老师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先看一下这些 然后我们就开始再听第二遍 好的,老师 嗯 好的,老师 感谢观看 好 看完了吗 看完了 老师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听第二遍 还没有找到工 二 有一个班 大部分学生毕业前就找到了工作 最后 只剩下一个学生还没有找到工作 这时候 有个大公司来招聘销售代表 年薪三十万 于是 剩下的这名学生得到了最好的工作 他不是最优秀的 但其他人都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我们的一生也许可以更成功 但有时候早早地做出选择 会使我们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 好 听完了 那这一遍方宜能够记下来多少呢 有多记下来一些内容吗 有 有记得一下老师 嗯 好 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都记下来了哪些内容 有一个班 大部分学生毕业前还没找到工作 哎 很好 最后 有学生没找到工作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没有找到工作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还没找到工作 这时候有个大公司来招聘 年金是三十万 于是剩下的这名学生 找到了最好的工作 找到了最好的老师 找到了最好的工作 他不是最优秀的 但是他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嗯 很好 但是其他人都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因为其他人都有了工作 只有这个人没有工作 所以他还可以选别的人都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最后他还说我们的一生怎么样 这里记下来了吗 啊 我们的一生 不是有 这很 我还没记得 我还没有记下来 我记 我好像我记下来 但有时候 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嗯 但有时候 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啊 他这里说的是呢 我们的一生 会早早的做出选择 有的时候选择做的太太早了 那以后有机会 都已经 没有了那个资格去抓住他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已经很不错了哈 好 翻译 我们再来听一遍 学生毕业前 二 有一个班 大部分学生毕业前就找到了工作 最后 只剩下一个学生 还没有找到工作 这时候 有个大公司来招聘销售代表 年薪三十万 于是 剩下的这名学生 得到了最好的工作 他不是最优秀的 但其他人 都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我们的一生 也许可以更成功 但有时候 早早地做出选择 会使我们失去 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个就是 他原文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他刚刚都说了什么 有一个班 大部分学生 毕业前就找到了工作 最后 只剩下一个学生 还没有找到工作 这时候 有个大公司来招聘 这句听出来了 那招聘什么呢 这个没有听出来 招聘销售代表 销售代表就是 一个一种工作 一种工作岗位 他的名字叫销售代表 年薪三十万 于是 他不是最优秀的 但其他人 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我们的一生 也许可以更成功 也许可以更成功 但有时候呢 早早的做出选择 会使我们失去 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个就是 他刚刚说的那段话 有一点难度 但是方宜呢 已经听出来了很多了 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那我们以后就多听 多练就好了 现在呢 请方宜 再自己读一遍 好的老师 有一个班 大部分学生毕业前 就找到了工作 最后 就剩下一个学生 还没有找到工作 这时候 有个大公司来照片 消极代表 年纪三十万 于是 剩下的这名学生 得到了最好的工作 他不是最优秀的 但其他人 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我们的一生 也许可以更成功 但有时候 早早地做出选择 会使我们 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 哎 很好 方宜能够理解 这一段话 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吗 可以理解啊老师 好 他说了一个 很重要的道理啊 我们的一生 也许可以更成功 但有的时候 早早地做出选择 会使我们 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个就是 他通过前面的这个小故事 想要表达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道理 那么在你读的过程当中啊 读错的一个字 我把它打出来 销售代表 销售代表 我把它的这个拼音 给它放上去 销售代表 这个是瘦啊 你见过这个字吗 我 我见过了老师 但是我以为它是紧 那以后就要记住 它是瘦啊 销售 它的意思呢 就是卖东西 比如说 老师 给你了一支笔 我卖给你一支笔 你要给我钱 对不对 那么我就把这支笔 销售了给你 所以 是这个意思 销售呢 它是 如果是方怡卖给我的话 就是方怡销售给了老师 那如果是老师卖给方怡呢 就是老师销售给了方怡啊 所以是A销售给B 那销售的话一定是A卖给B 而不是B卖给A 就是在销售前面的这个人 它是卖东西的人 在销售这个词后面的这个人 它是买东西的人 理解了吗 A是卖东西 卖 卖东西啊 卖 然后 B是买东西 哎 怎么又打错 我把它换一个字体 你就可能更好理解 销售这个词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卖东西 那这个卖东西呢 谁卖给谁 我们要来理解一下 A销售给了B 那么就是 A是卖东西的人 B是买东西的人 如果老师把一支笔销售给了方怡 比如说 老师把一支笔销售给方怡 给方怡 那么就是 老师是卖东西的人 方怡是买东西的人 买 这个买和卖的关系 哎 一定要在销售这个词当中 理解一下 哎 这个就行了啊 能够理解吗 嗯嗯 一定要注意谁卖东西 谁买东西就行了 那销售代表呢 他就是一种职业啊 他的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司 要给别的客户卖东西 那么这个人 他就是专门负责去卖东西的 他要和别人推销他们的产品 比如说像啊卖房子啊 卖车子呀 那卖就是在一个房子 车子的公司里面 负责卖房子卖东西 卖卖车子的这些人 我们就叫他销售代表 理解了吗 理解了老师 啊那销售代表就是一个 就是中间的老师 啊对对 有点像这个 他就是要卖东西的 他就是要负责去把产品卖出去的人 嗯 他是一个职业啊 你理解他是一个职业的名称就行了 好的好的 那这个听力呢 我们就练到这里 因为今天呢 我们的重心是在于 后面的让方语学会有逻辑的说话啊 那现在我们先进行第二个 啊第三个内容 朗读 那在朗读这里呢 上一节课因为时间关系呢 就很快的过了一下哈 里面很多细节呢 老师还没来得及跟方语讲 那在上一节课 方语朗读了这一段话 那在这段话里面 方语读错了几个词啊 四个词 那首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词贫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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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贫呢就是很穷没有钱的人啊 我们就讲就说他贫困贫苦 就是这个贫字啊 你看这个词是一个分 然后一个被组成的对不对 那你想象一下哈 以前啊在古代的时候 贝壳就是像现在的钱一样 是人们可以买东西的这种货币 人们用贝壳做货币 这个历史 方语知道吗 是什么意思啊老师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在人们还没有发明 现在的这个钱 现在的这些纸币的时候呀 人们是用贝壳来买东西的 这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故事哈 是真实存在的历史 贝壳 贝壳是什么 我找个图片给你看你就知道 什么是贝壳了 你肯定认识它 你肯定见过很多 越南会有很多很多贝壳 知道吗 这个就是贝壳 这些海边的大海里面的这种生物 我去带着老师 它就叫贝壳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 在人们还没有发明这个纸币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钱的时候 古代人还没有发明这些钱的时候呢 那些古代人啊 那些古人 他们是去海边捡贝壳 用贝壳来当做钱 去买东西的 这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以前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你就知道贝壳 贝壳它就跟现在的钱是一样的 你看上面有个分字 我们要把钱分给很多很多的人 那么每个人分到的钱 是不是就很少了 对了是 对那钱少了以后 就是平了 所以分和贝合在一起 就是钱变少了的意思 就很穷 没有钱 就是平 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么来的 分 被 因为把钱都分走了 所以就没有钱了 是这样来的 能够理解了吗 好的老师 理解了老师 嗯 好的 然后负的话就是很有钱 这个应该不难 应该知道的 对了老师 嗯 好 然后呢 平负我们知道了以后 上一次没有读对的一个词 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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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好 那现在我们刚刚方怡读的是 把这个拖得很长哈 我们尝试着把它缩短一点 富翁 富翁 你再来一遍 富翁 富翁 哎 很好 那富翁的意思呢 就是很富有很有钱的人 我们就叫他富翁 哎 他是说那个有钱人 能够理解了吗 理解了老师 嗯 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富翁哈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以后 也能够变成富翁 然后烦恼 烦恼 上次读成了烦扰啊 是烦恼 烦恼 烦恼 嗯 烦恼 烦恼就是不开心 不快乐的意思 然后这个是哭泣 哭泣 就是流泪 流眼泪 上次读成了哭啦 是哭泣 相信方语肯定认识这个词 只是上次时间关系 可能一下子没有 看清楚哈 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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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好 哭泣就是不开心 难过的流下了眼泪 所以他是 左边是三点水 好 那这四个词呢 方语就记下来啊 以后遇到了这四个词的时候嘛 我们就不能再读错了 我们就一定要把它读对 好的老师 好 那现在呢 你看我在里面已经 把这几个词的这个音 都给他标上了 那上次的这个朗读内容呢 我们今天再请方语读一遍 那你可以读的慢一点啊 慢慢的读 不用读的很快 慢慢的读 然后把每个字都读准确 然后整篇读下来 尽量的很流利 就是不要有错的地方 你可以读慢一点 好 开始 嗯 为消失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跟贫富地位 促进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个富翁 可能整天烦恼忧愁 而一个穷人 却可能信经书 阳 只有心里有光 只有心里有阳光的人 才能感受到现实的阳光 如果连自己都苦着脸 那生活如何美好 生活始终是一面金子 当我们哭泣时 生活在哭泣 当我们未消时 生活也在未消 未消是对他人的尊重 同时也是对生活的尊重 未消是有回报的 人际关系 就像物理学上所说的 的平衡 你怎样对别人 别人就会怎样对你 你对别人的未消越多 别人对你的未消也会越多 未消是朋友间最好的语言 一个自然流落的未消 顺过将言万语 见言万语 无论是处次见面 还是相思已久 未消都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令皮子配感温暖 嗯很好 那你看你把这个语速放慢以后呢 就几乎没有什么错误了 那老师还发现了一个翻译 没有读对的词哈 我把它再放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再学习一下 心情舒畅 心情舒畅 舒畅是什么老师 舒畅就是 我想想啊 怎么跟你解释呢 舒畅 就是舒服 是吧老师 那就很舒服 很开心 觉得 太好了 一切都太好了 身体很舒服 心里面也很舒服 就是这个意思 就很开心的时候 特别开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自己心情舒畅 心情舒畅 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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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好 心情舒畅 这个是情 心情舒畅 心情舒畅 很好 很好 这五个词 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的 这个朗读练习里面 发现的生词 发现方译不会读的词 那么从今以后啊 我们读了这篇以后呢 我们又收获了五个 我们会的词 那我们的这个词汇 就越来越多了 很不错啊 心情舒畅 把它记住 那现在老师带着方译 再完整地读一遍 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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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翁 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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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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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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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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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 就要记住这五个词的读音 以后我们遇到它 就一定要把它读对 好不好 好的老师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挑战 今天新的这个词语了 新的段落 现在呢 老师给方译 两分钟的时间 你先看一遍 你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再开始读 然后老师会认真地听方译的读音 看看哪些字 没有读对 我们再来学习新的词 好 你开始看 好的老师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完了吗 看完了老师 好的那现在我们先请方怡试着读一遍 你可以读慢一点 确保每一个字你都能够读对啊 加油可以慢慢读 好的老师 开始吧 这是入冬以来 较东半岛上第一场雪 场雪 雪纷纷扬扬 下得很大 看雪还伴着一针小雨 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 从同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 地面上一会儿就白了 冬天的山春 到了夜里就弯 巨树万拉巨树 只听得雪花 蓝蓝的不端往下落 树木的固执被雪压端了 偶尽一声响 隔着一声响 大雪整整了一夜 今天早晨 天放清了 太阳出来了 退开门一看 哎 好大的雪啊 扇船 河流 树木 房屋 全都造伤了一层厚厚的雪 弯里 江扇 变成了粪装 玉家的世家 落光了椰子的 书的 条树上 刮满了毛 额额亮 苍苍的银条 而那下冬夏 长青的送书和 阳书上 则刮满了 风松松成 居居的雪球 一阵风吹来 树枝轻轻的 摇 扬 美丽的银条和雪球 而 树树的落下来 鱼 微 似的雪 微而 随 随风飘扬 映着清晨的阳光 显出一道道五光石色的彩虹 好的 读完了 那么 接下来呢 老师要指出几个 其中比较难读一点的词 首先是这个 焦东半岛 这个 焦呢 它就是焦水的焦 你知道焦水吗 不知道 老师 啊 焦水 焦水它就是 呃 我想一下哈 比如说 我们要把一张纸 贴在墙上 把它粘在墙上 那么我们 就需要用到焦水啊 因为焦水呢 它是有 它是可以把纸 粘在墙上的 啊 我明白了 老师 哦 明白了 是吧 好的 就是 这个就是焦 啊 我把它放在 左边这里 焦东半岛 那这个是读焦 那焦东半岛呢 它是一个地名啊 你你认识这个焦就行了 那一般来说 这个焦的意思就是 焦水 啊 焦水就是 可以粘东西的 一种 东西 就是把纸粘在墙上 或者说 把一幅画粘在墙上 我们一般都要用焦水 然后 第二个词啊 是这个 万籁巨迹 万籁巨迹 我不知道这个是 这个词确实有点难啊 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来学习就行了 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 不断的发现自己 不认识的字的方式 然后慢慢的就可以 越学越多 如果都一直读 自己会的内容 那你就学不到新的知识 对不对 对 那万籁巨迹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四周 或者周围 非常安静 一点声音也没有 就是万籁巨迹 比如说像 呃 深夜啊 夜晚 四周都静悄悄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那我们就说 万籁巨迹啊 四周 夜晚 夜晚的周围 万籁巨迹 你想想 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就可以说 夜深了 万籁巨迹 哎 就可以这样说 理解了吗 这个词的意思 嗯 我理解了 老师 是不是啊 你家都安静 是吗 老师 那就是非常安静 你看这里说的 哎 我好像没有共享屏幕 是吗 就是特别特别安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很安静 没有人说话 也没有任何的噪音 比如说就是 晚上凌晨三四点 大家都睡觉了 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啊 你就说 这么晚了 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四周真是万籁巨迹啊 就可以这么说 理解了吗 理解了 老师 好的好的 这个是万籁巨迹 那么 这个词呢 这个词呢 你后来读对了啊 它是读歌之 就是一个像我们开门啊 或者关门啊 就是歌 哎 这里它怎么自动识别出来的 这个拼音是错的 歌之 它怎么 识别不出来啊 歌之 是这个第一声啊 歌之 然后还有哦 这个雪花是素素的 素素 它读素素 这些字比较难 你大概理解一下就行了 素素 不是 素素 不是啦 嗯 是素 素素 我跟你说一下 素素是什么意思 素素的意思呢 就是 呃 你见过樱花吗 樱花 嗯 没见到啊 老师 那我找一个图片给你看看好了 好的老师 好 稍等一下 我找到了 我共享一下屏幕 好 你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 日本特别多 你看 日本的樱花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你看到这些花瓣 一片一片掉落下来的样子了吗 看到了 是 啊 那这种场景啊 就是像这种花瓣从树上落下来 或者 树叶 从树上像这样子很多的 一片一片的落下来 或者 下雪的天气 雪从天上一片一片的落下来 我们就说它 速速的落下来 就是形容这样子的景象 理解了吗 嗯 理解了 老师 好的 声音 老师 啊 它 它 既是画面 也是声音 就必须是这样子 慢慢的飘落 是飘落下来的 不是像雨一样的 直接砸下来的 它是像花瓣一样 慢慢的飘落下来 然后还带着一点点那个声音 所以我们就说它速速的落下来 嗯 你就记住是 是这样的一种场景 我们才能说它是速速的落下来 好 我们再找一个 下雪的啊 像这种雪花也是一样 慢慢的往下飘 哎 它怎么不动了 啊 看到了吗 它在飘 慢慢的飘 它 它飘 它是飘下来的 它不是像雨一样的 水一样的 砸下来的 它是有一点 轻轻的飘下来 这种我们就 就叫它速速的落下来 花瓣 或者树叶 或者雪花 我们就可以说 速速的落下来 是这个意思 形容 花瓣 嗯 雪 雪 雪花 树叶 慢慢 飘 落 我们就说 速速 速速的往下落 你看它 一定是从 上到下的落下来啊 你看 速速的往下落 就是这个 这种感觉啊 刚刚图片里面的那种感觉 你记住就好了 好的 好的 然后 我看刚刚还有哪里 啊 这个是 气 气 嗯 气的意思 它就是 你见过别人盖房子吗 见过了老师 盖房子 见过了老师 那你见过别人 把砖头一块 放在一块上面 叠起来 那个动作吗 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老师 就是 我也找个图给你吧 好的 老师 气墙 好 你看到这个图片了吗 看到了老师 你看它把这些建筑材料 这些砖头 它在盖房子 对不对 对了老师 那它的这个动作啊 就是把这些砖头叠 就是这样一块放在一块上面 这样放在一起 我们这个动作就叫做气 嗯 气 嗯 气就是这种 你东西 东西 老师 好 气 气就是盖房子的老师 啊对 气砖头 就是盖房子的一个动作 你看 气砖头 那粉装 那粉装玉器 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图 这个里面 粉装玉器 它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 哇 就是下了雪之后 感觉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像是用玉 你见过玉石吧 越南有很多的玉 对吧 对了老师 就像用玉 气起来的房子一样 你想想 我们一般的房子 它是 不透明的 但是玉的话 它是透明的 它是很闪亮的 晶莹剔透的 对吗 它亮晶晶的 就是有很多玉 我也找一个这个图片给你看吧 粉装玉器 是什么感觉 那你看 像这样子 下了很多雪 然后一切都亮晶晶的 还有冰雪奇缘里的城堡 你看过这个动画片吗 冰雪奇缘 Frozen 这个 我看过了老师 看过了 那里面这个城堡 你看亮晶晶的 对不对 和我们刚刚看到的砖头 它不一样 对不对 对了老师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是粉装玉器的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仿佛用很闪亮的 像用星星 像用水晶 像用玉石 弃起来的房子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说它粉装玉器 那这个词太难了 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前面三个词呢 你都读对了 那弃这个词呢 没有读对 弃就是 盖房子 的动作 就是弃 了解这个就行了 好 然后还有这个 毛茸茸茸亮晶晶 这个呢不难 只是可能你一下子 不经常见到它呢 没有想起来啊 毛茸茸亮晶晶 毛茸茸亮晶晶 你知道毛茸茸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老师 好不知道的话没有关系 毛茸茸茸的小猫 你看 这些小猫 它是不是毛茸茸的 它身上有毛毛 就感觉你用手去摸它的话 会很软 毛茸茸的小鸡 我再给你找一个 看到小鸡了吗 看到了老师 那这些小鸡身上也有这种软软的毛 那我们就可以说是毛茸茸的小鸡 那这些有很多的毛茸的动物呢 我们就可以说它毛茸茸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容词 就形容有一个东西 它长着很柔软的毛 看上去很可爱很舒服 你很想摸摸它 毛茸茸 长着柔软的毛的样子 比如小鸡 小猫等等 小鸟这些 我们就这样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亮晶晶 亮晶晶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老师 好的 亮晶晶 就像刚刚我们找的图片里面 那个Elsa的城堡 对不对 就是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城堡 亮晶晶晶的 然后还有这个 沉甸甸 蓬松松 沉甸甸 沉甸甸 蓬松松 你能够理解吗 听过蓬松这个词吗 我还没听过啊老师 啊 蓬松的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你有没有好多天没有洗头发的时候呢 有啊老师 那你头发油了以后 它是不是就会贴着你的头皮 是的老师 那等你把头发洗干净了以后 你的头发是不是就感觉一下子变多了 一下子很清爽 是的老师 那这种洗干净头发以后我们就可以说 哎啊呃方怡的头发变得蓬松了 啊就是这种意思 理解了吗 我给你搜一个图片看 蓬松 的 头发 你看 他这个头发感觉很干净 很蓬松 你看这个 第一个 看着我鼠标的位置 这个呢 感觉就是在紧紧的贴着头皮 像没有洗头一样 这个就是不蓬松的 那像这种洗干净了很顺滑 像像这个 这种头发 我们就说它是蓬松的头发 理解了吗 可以理解吗 理解了老师 嗯好的好的 那蓬松就是这种意思 一般情况下呢 它就是形容头发 或者形容像头发一样的 呃这种很松软的东西 还有像面包 面包我们也是可以说它很蓬松 很蓬松的面包呢 它一般捏上去 咬上去就会软软的 啊 就这个就是蓬松的面包 那沉甸甸 它的意思就是很重 它的重量很重 沉甸甸 表示很重 理解了吗 就是一个东西很重 比如说像方宜今天出去买了一袋苹果 那苹果很重 然后你拎着这袋苹果呀 就好累呀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方宜拎着沉甸甸的苹果 沉甸甸的苹果 就是说你买了很多苹果 这些苹果的重量很重 然后你都有点拎不动了 你都有点拿不动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东西沉甸甸的 能够理解吗 嗯 理解了老师 好的好的 沉甸甸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你就都读对了哈 这里呢又出现了一遍 速速的落下来 那这个朗读练习呢 我们来听一遍 它的这个音频 我们听听别人是怎么读的啊 之后呢 我把这个 你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练习材料 那么多 有六十个练习 我全部发给你 然后你平时不上课的时候 有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听听看 你听听它怎么读的 然后可以跟着它读 慢慢的你的这个水平就能够提得很高 它这里 它这里有这个可以播放的地方 作评五号 这是入冬以来 郊东半岛上第一场雪 月纷纷扬扬扬 下得很大 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 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 大雪整整下了一夜 今天早晨天放晴了 太阳出来了 推开门一看 好大的雪呀 山川河流树木房屋 全都照上了一层厚厚的雪 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庄玉器的世界 落光了叶子的柳树上 挂满了毛茸茸茸亮晶晶的银条 而那些冬夏长青的松树和柏树上 则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甸的雪球 一阵风吹来 树枝轻轻的摇晃 美丽的银条和雪球 速速的落下来 玉屑式的雪墨随风飘扬 映着清晨的阳光 显出一道道五光十四的彩虹 那今天我们的朗读呢 刚刚就读到了这里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听到这里就行了 它后面还有一段 后面这些呢 方宜可以自己下去听一下 那如果你看 你有哪些词不会读的 下面都有这个汉语拼音 那这个呢 老师会发给你 作为你平时自己练习的一个材料 你可以先自己读一遍 然后你再听它读一遍 自己听听看啊 哪些字原来你读错了 把它画出来 把它记下来 然后你再跟着它一起读一遍 这样子反复练习呢 你这个朗读题呢 就会变得很厉害 这个材料 我之后发给你就好了啊 那 那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啊 好 我读 我读一句 然后停下来呢 你跟着我读一句 好吗 这是入冬以来 焦东半岛上第一场雪 这是入冬以来 焦东半岛上第一场雪 雪纷纷扬扬 下得很大 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 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 从铜云密布的天空飘落下来 地面上一会儿就白了 冬天的山村 冬天的山村到了夜里就万赖聚集 冬天的山村到了夜里就万赖聚集 聚集啊 第四声 万赖聚集 万赖聚集 很好 只听得雪花 速速地不断往下落 只听得雪花 速速地不断往下落 树木的枯枝被雪压断了 树木的枯枝被雪压断了 偶尔咯吱一声响 偶尔咯吱一声响 大雪整整下了一夜 大雪整整下了一夜 今天早晨 天放晴了 太阳出来了 今天早晨 天放晴了 太阳出来了 飞门一看 呵 好大的雪啊 退开门一看 呵 好大的雪啊 啊 山川 河流 树木 房屋 全都照上了一层厚厚的雪 万里江山 变成了粉装玉器的世界 山川 河流 树木 房屋 全都照上了一层厚厚的雪 万里江山 变成了粉装玉器的世界 落光了 落光了的叶子的柳树上 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 而那些东下长青的松树和百树上 则挂满了 则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甸甸的雪球 则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甸甸的雪球 一阵风吹来 树枝轻轻轻的摇晃 一阵风吹来 树枝轻轻的摇晃 美丽的银条和雪球 速速的落下来 美丽的银条和雪球 速速的落下来 浴泻似的雪墨随风飘扬 浴泻似的雪墨随风飘扬 映着清晨的阳光 显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 显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 很好 那这里呢 我发现这几个词也需要再说一下 首先是柳树 柏树 然后玉蟹 好 这个柳树和柏树呢 它是两种植物 那什么是柳树呢 我给你找一张图片 那下次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复习这些词 然后我会把这些词相应的图片 都把它放上去 今天我们就稍微先理解一下 柳树 我不知道在越南有没有柳树 你见过湖边这样子的树吗 你看它 这样一条一条的往下垂下来 我我去当柳树啊老师 嗯好的好的 那好的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啊 那个字是读柳啊 然后柏树 柏树呢 它又是长成这样子的 你们越南会有这样的树吗 可能它会在天气冷的地方才会有 啊圣诞节是吗老师 啊有一点像圣诞节的那个圣诞树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 但它和圣诞树一样是在天气冷的地方才会有 柏树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知道它是两种树就行了 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树 好我们来读一下 柏树 柏树 嗯柏树 柏树 好 浴蟹这个词你能够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吗 是 一片一片啊 一片小小的一片是吧老师 啊对对对对的 就是这样子的 浴蟹看来 方语可以理解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 我还没 啊好的老师 哎你说你说什么 还有一树是 有什么呀我老师 有光是什么 哎哪里 啊在这里 旁边的美丽的银条 啊美丽的银条 美丽的银条旁边 左边左边 啊摇晃 摇晃 啊摇晃你不认识晃字是吧 是的老师 好的好的那我给你讲一下啊摇晃 摇晃 摇晃它其实也是一个动作 你知道荡鞦韆吗 什么 好那我现在你肯定见过 但是你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说啊 嗯荡鞦韆 荡鞦韆 你见过别人 这个就叫做荡鞦韆 那荡鞦韆的时候 呃这个小朋友是不是要坐在这个东西上 一下子摇到前面 又往后摇一下 往前摇一下 往后摇一下 这个动作就叫做摇晃 啊我明白了老师 好我们再来找一个摇晃啊 你看这个小女孩她正在摇晃 哎往左摇一下往右摇一下 她就叫摇晃 啊可以理解吗 可以了老师 哎好的好的很好啊 以后有这样不懂的词呢 你就直接跟老师说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回答问题了 这个也是咱们这个试卷里面的真题 那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完整的说完 你看我们先来读一遍题目啊 你认为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请简单说说 你能够理解他这个题目问的是什么意思吗 可以的老师 可以的啊 那上次呢方宜在练习这道题的时候啊 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个语言的表达的逻辑性方面还有一点点欠缺 我们要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 那么今天老师先把这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教给你 就是运用关联词啊 那我发现方宜可以一下子想到好多好多的观点 但是要怎么让这些观点能够连起来呢 啊就比如说 你知道项链上面有很多珍珠对不对 像珍珠项链一样 珍珠项链 就是方宜的这些观点 你的想法就像这些珍珠一样 一颗一颗的 很美很好 但是我们 什么叫做逻辑 我们就需要用这样的方法啊 用这些关联词 就像这个 把这些珠子串起来的这根线一样 把你的观点串起来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些词啊 在遇到这样的题的时候 我把它复制过去吧 你就说 我认为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什么样的 首先 它应该怎样 说完了第一个观点以后 你就说其次怎样 然后你可以用很多这样的关联词 首先其次 另外 并且除此之外 最后 全部都说完了 你最后再说 最后 我觉得 然后最后 全部结束了 你要再加一句 所以 我认为 再说一遍 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可以的 老师 可以的 就是 所以呢 老师给你教这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东西留给你 我要给你留一个任务啊 今天的课后 我把这个 一会发在这个微信上给你 就 需要你 用 这些词啊 你可以不用它全部 但是我看 我标红的这几个词 你必须要用到 中间的这几个词 你可以不用 然后 你以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 逻辑啊 关联词 把关联词用上去 就是把下面这些词 这些词都叫做关联词啊 然后你把这些词用上去 来表达一下 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啊 这个事情呢 就 留给方宜 明天 还有后天 周二 周三 的时间去准备 然后周三的晚上 我们上课的时候 直接请方宜来 用这个方法 来表达一下 你的看法 可以吗 可以 大老师 嗯 好的好的 那这个 这次课之后呢 我们就会留一个小作业 好 那我们再 来看一下这个吧 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把它发给你吧 然后我们就下课 今天上了很长时间 时间的课 你觉得累不累啊 不累呀 老师 嗯 好 好的 那今天学的内容有点多 我们要下去好好的思考 我已经把作业发给你了 你收到了吗 我收到了 老师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下课吧 方宜辛苦了 谢谢老师 谢谢方宜 那一会儿我把这个视频 发到你的邮箱去 然后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 有什么不懂呢 你就随时问我 好吗 好的老师 嗯 好那方宜再见 方宜晚安 老师再见 老师晚安 好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